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朝鲜今日上午11时30分 在平朗金日成广场举行建军70周年阅兵仪式 持续时间和整体规模都较去年缩减 有可能是平昌冬奥开幕前自我节制 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 这名消息人士说 今天朝鲜阅兵仪式持续约1小时30分至40分 而2017年今日成诞辰105周年的纪念阅兵仪式 持续将近3小时 有分析认为 朝鲜可能希望尽量避免阅兵仪式 给平昌冬奥的喜庆气氛泼冷水 平昌冬奥会将于9日至25日 在韩国江源道平昌 江陵和京善三地举行 朝鲜和韩国代表团将高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 并以阿里郎为团歌 朝鲜冬奥代表团将于9日至11日到访韩国 由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担任团长 除金宇正外 还包括劳动党副委员长崔辉 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全 16名幕僚和3名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 自金正恩掌权以来 朝鲜国营中央电视台几乎现场转播每一场阅兵仪式 而今天的阅兵却没有直播 这被视为朝鲜在宣传阅兵仪式上有所收敛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朝鲜像这次这样为现场直播阅兵仪式实在罕见 朝鲜国营中央电视台今天下午 透过录影剪辑播出的阅兵仪式画面中 即将于明天访问韩国的金正恩包妹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不时出现在主席台后方 韩国情报机构正对朝鲜在阅兵仪式中 展示的设备和武器进行分析 今天各种火炮 装甲车等武器亮相 动员13000多名士兵 共5万多人参加 在此次阅兵式上 金正恩说 身为世界级军事强权 我们已经有能力向世界展现我们的地位 阅兵仪式中的军队高喊万岁 部分军人一看到金正恩就热泪盈眶 分析家说 朝鲜运用两面手法 寻求将它适时拥合国家的地位正常化 也可能试图削弱制裁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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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